介绍一款免费的IFC文档的阅读器浏览器 我之前也用过这个网站提供的一个举例的文档 这个网站就是beamvision 它的网址是beamvision.eu 那么在beamvision.eu里面 它是有一些免费的各种各样的建筑的模型 那么它这个浏览器我之前还没留意 其实这个页面我已经看到过好几次了 那我一搜IFC浏览器 它这个是一个完全免费的 当然它下面也有付费的版 我们就用它免费版 我之前呢有下载了几个IFC这个档案 也有我们之前转换成功的一个400多兆的这个档案 那么我们现在就用这个下载的浏览器 这就是它的浏览器的界面 那它的这个浏览器的用法呢也非常简单 这就是物体的旋转 可以看起来这些性能还都是不错的 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内置的引擎 然后居然可以免费的浏览 我们之前输出的这些模型 而且看起来的效果呢也还是不错 因为毕竟是建筑设计 我们把做好的工厂布局交给建筑设计师 或者建筑设计师呢 把它的这个工厂的这个车间布局 比方说它的这个风水电器的位置啊 然后它的这个板面 这个地板的这些划分 还是不是有柱子啊 这些提供给生产线布局的工程师 那一般都是按照这个标识 就是一块一块的 是六米一块还是几米一块的 然后层高是多少 然后轨顶高是多少 就是它的这个航车或者是吊车 那这时候的 这个IFC要有专业的软件了 那当然了我们有一些免费的浏览器 那还是非常的便利 然后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们在NX输出的IFC档案是否正确 或者说这个 因为IFC档案呢 它这个数据规模都非常的大 可以看简单的一些效果 所以这个是还是非常的 非常的不错 而且看得到这个BOM表 那么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这个NX在建筑行业的应用 那么它有这些 一些这BOM表的 一级一级的这个BOM 它完全能够继承 NX里的这个BOM的这个架构 那它的这个浏览器和BOM表的这些情况 还有就是各种的这个信息量 还是很大 而且呢都没有什么损失 就从这个建筑的使用的这个这个角度来看 而且它还可以做一些测量 量一下跨度这些 所以还是相当的不错 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它所有的功能都试一遍 当然它这个里面也有一些付费的内容 就是还可以去下载它一些付费的一些插件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